人民日报发复告成统治 马云得商家大佬亲自前往吊艳 大逼杭州普通市民主动鲜花缅怀 为什么娃哈哈创始人中青后老爷子 能这么受人尊敬 不上市圈前 不辞退45岁以上的老员工 不向国外转移资产 在杭州防华地段盖房分个员工 就这几点让很多企业望尘莫及 中青后为什么能做到这些 从他的经历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现在我们把自己带入中青后老爷子的视角 曾经是体验一下 他是如何从一穷二百的穷小子 逆转人生成为霸道总裁的 你1945年10月11日出生于江苏肃前 和霸王项羽是老乡 29年后这片神奇的徒弟 还将孕育另外一位商界经营 但此时的你并不知道 你是宋朝名将 岳飞的老师兼领导 同样是抗击名将中泽之后 十四祖迁居杭州 曾祖父相聚在湖北四川做过官 官至曾二品总督府布军统领 祖父在武汉 广西 广东做过官吏 在广东府做幕僚时 逐写约翰铁路章程 后来在张作霖手下做过财政部长 到了你父亲这一代 家到中落 在江苏肃前做油菜 结婚后因为成分差 连这份油菜的工作也丢了 1949年 你四岁时全家迁回杭州 你共有兄妹五人 因为家庭成分差 你父亲迁回杭州以后找不到工作 全家只能看母亲做小学老师的微博工资堵 小时候你看到弟弟盯着别人家的孩子吃零食 眼中流露的渴望毫不掩饰 你母亲正好路过看见 回家立刻召开会议 正宗地盯下一套家规 今后看到别人家吃东西 必须马上走开 绝不允许再像今天这样 站在那里看别人吃 你把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里 你不仅保证自己做到 还要管好弟弟 这句话让你受益肥浅 人生中总会面对许多的诱惑 如何保持清醒 如何节制欲望 抵制欲望 非常重要 转眼间你到了17岁 初中毕业 迫于家境贫困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 干起了小买卖 买卖没做几天 轰轰烈烈的上山下山运动开始了 你到农村做了知青 挖土修坝 种茶插秧 割道杀猪 无所不作 一做就是十五年 1978年 随着知青返城 顶替了母亲小学老师的职位 由于文化水平不够 被安排到工农校办纸箱厂 做推销员 1980年 你在邻居的介绍下 和也做过知青的 私幼珍结婚 1982年 你的女儿中复立出生 女儿的降临 改变了你家庭的生活形态 也改变了你类型结构 你说 这段时间是你生命中 最美好的时光 是你和他们在一起 时间里最充裕的时候 对于你来说 上场给予的礼物 是一种恩赐 看着女儿方方的小脸 你发誓 要给她世界上最好的生活 在纸箱厂工作不久 先后尝试过 开店铁厂和风扇厂 因为种种原因 又失败了 回到纸箱厂工作 不过这两次 失败的创业经历 为你以后的人生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87年 你42岁 靠借来了14万 承包年年亏损的 上城区 校办企业经销部 创满了娃哈哈公司 并开始登山人卖冰棍 这一登 登动了你人生命运的齿能 开始疯狂转动 你发现一种口服业 非常畅销 但市场上没有 现成的生产设备和技术 你把握商机 建立生产线 为这个口服业代工 一年时间 消失额就达到436万 向校团交还利润 22万 提供了130个就业岗位 总资产报酸到800万 1988年 你不满足于代工 你发现保健品市场众多 没有一款是针对儿童专用的 经过调研发现 独生子女因普遍存在 因偏食导致营养不良 于是拉出5万经费 决定开发业 儿童营养业 先是找到了浙江医科大学 营养系列的老教授 朱寿敏研之配方 又请百年老店 胡庆渔堂 祭司张鸿辉 主持制造圆业 最终以桂圆 红枣 山楂 莲子为原料的营养业制成 又结合洗脑的 喝了娃哈哈 吃饭就是香的广告语 以上世纪爆火 1989年 你带领仅100余人的娃哈哈小厂 花8000万 成功建立的厂房 6万平方米 直供2000多人的 国营杭州贯州食品厂 建并之后 你利用娃哈哈的产品 资金和市场优势 迅速盘活了杭州贯州厂的 存量资产 仅用三个月 原本亏损4000万的 杭州贯州厂 扭亏为盈 大连娃哈哈销售收入 一岁就增长了一倍多 到1991年 年销售额达了4亿 竞技论7000多万 此刻你终于成了霸道总裁 1994年 你带领娃哈哈 想应对口资源 三峡库区移民工作的号召 投身西部开发 兼并重庆 福林地区寿宴的 三家特困企业 建立娃哈哈第一家省外分公司 此外 娃哈哈迈开 西进北上的步伐 先后在全国29个省市 自治区建立了150多家分公司 1996年 你瞄准平常水市场 这个后来几十年 生成过大高校实验室 一致好评的 娃哈哈纯净水诞生 同年 你担任中国工业经济协会 常务理事 并与法国达仁集团 成立合资公司 开启了与达仁 相爱相杀的十年 合作初期 公司效益非常好 达仁先后从合资公司里 分到了30多元利润 随后你发现 达仁在收购乐白市 等娃哈哈的竞争公司 来限制娃哈哈的发展 再看看火力28 小护士等被外资收购 很快消失的国产品牌 你吓出一身冷汗 你知道这是外资公司的阴谋 他们收购国产品牌 并不是为了帮你 只是想要你的销售渠道 来销售自己的产品 随后你的产品和商标 就会被雪藏 于是你多了一个心眼 悄悄的在合资公司之外 建立了一系列 有国有企业 和职工控股的 非合资公司 后来被达仁 派驻合资公司 新任董事长 范一谋发现 认为这些非合资公司 拿着了属于合资公司的 市场和利润 于是达仁发起了一起 针对于你和非合资公司的 全面诉讼 拉开了达瓦之争的序幕 这次改革开放 30年来 影响最大的国际商战 从双方企业的掌盘人 到中华两国的元首 都参与其中 最终达仁在国内国外 数十起的诉讼中 败诉 达成和解 达仁出让合资公司全部股份 从此退出娃哈哈 从此你人生路上再无经济 1997年 你担任中国保健食品协会副会长 1998年 娃哈哈退出中国人自己的可乐 非常可乐 你担任浙加省人大代表 杭州市人大代表 担任浙加省饮料工业协会会长 2002年 你当选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2003年 你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2007年 你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0年 你首次登顶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 2012年 你获得第六届人民社会责任奖 个人称号 第二次登顶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 2013年 获民族产业 卓越贡献 民营工薰企业家荣誉 第三次登顶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 但也是这一年 49岁的杨某 来行之后一直没找到工作 因以前在电视上看到你热心 帮助农民工的访谈 便到你家附近找到你 要求给他安排一个工作 你没有同意 被他砍断了左手 四个手指基建 2018年你当选改革开放40年 百名结束民营企业家和第十二届人民企业社会责任奖年度人物 2019年你当选70年 70起 70人 中国结束贡献企业家 2020年 当选2019 十大经济年度人物 2022年 当选浙江省慈善奖 个人捐赠奖 2021至2022 全球浙商金奖 2024年春节前 你因肺癌病重 入住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少医夫医院 2024年2月25日清晨 你感觉大线降致 往事像电影一样 在你脑海中一闪而过 回想这一生 从一无所有 到万贯家财 人生奋斗的价值 已经充分体现 集团营收过500亿 提供就业岗位 超3万个每年上缴税款 几十亿 事业成功后 你依然生活节俭 穿30块的布鞋 一年开销不超过5万 没有忘掉初心 你所追求的目标 也都实现 无论对社会 对自己 你都做到了温馨无愧 唯独放心不下的是你的女儿 她还没有成家 觉得平时对她关心太少 亏求太多 2024年2月25日 10点30分 抱着对女儿 深深的歉意和不舍 闭上了双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可能 ·伸展